6月10日,香港一批示威者在修例风波期间非法闯入立法会大肆破坏的案件在香港东区裁判法院审讯。 当时参与案件的香港大学学生会前会长孙小兰,民间集会团队发言人刘颖匡, 一人王宗瑶等在内的12人,除了继续被控进入或逗留在会议厅范围罪以外,再被加控暴动罪。 法官决定案件压后至8月3日再审讯,以待准备转介至区域法院的文件,期间12人可按原有条件被积压或保释。 当日,12名被告被法院分成5个案件处理,控方透露未来或将案件合并。 12名被告被控于2019年7月1日在立法会综合大楼与其他不知名人士参与暴动, 以及进入立法会会议厅范围时没有遵守秩序或由立法会人员为维持秩序而发出的指示。 事发当日,由超过百名示威者打烂立法会的玻璃大门后进入会议厅进行破坏。 其中所谓的占领望角画家潘浩超当时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大楼外投掷鸡蛋和水瓶。 他除了被控暴动罪,还被控参与非法集结和非法损毁政府财产。 控方在庭上另外控告当时在立法会代表示威者宣读声明的学院前任总编辑梁继平一向进入或逗留在会议厅范围罪。 但梁继平已逃亡美国,没有参加庭审,控方申请重发传票,也押后至8月3日处理。 法庭上控方表示,事件中总维修费超过3628万港元。 警方通过会议厅俯首,被撕毁的基本法等物品上的指纹及几段公开影片锁定部分人士。 据了解,控方原先提出的进入或逗留在会议厅范围罪,在香港的最高刑期是监禁三个月。 而暴动罪,刑罚较重,最高刑期则是监禁十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